我長大了 我也一樣要幫助人家 看到慈激 原來他也是在幫助人家的 而且知道說商人 他們一日不做一日不死的人 不是說就是要等著我們來 來那個供養這樣子 所以我就好 我既然找到路 我就不怕路遙遠 所以我就跟著一直做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最美的雲彩 在這集當中 我們看到我們的雲彩 師姐 這個時候開始要稱師姐了 因為開始投入志工行列 有一個新的生活 我們請三位來聊一聊 首先來歡迎的是本尊雲彩師姐 主持人好 敬愛的大愛觀眾大家好 繼續來歡迎的是雲彩的分身 歡迎鄭嘉瑜 大家好 我是鄭嘉瑜 繼續歡迎的是葉輝芳 我們歡迎霍正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雲彩媽 怎麼樣子的因緣開始跟慈濟結緣 也是跟教學有關嗎 這個應該就是 以前我一直有薪水的時候 我都一直看到報紙 什麼仇雲產物啊 怎麼樣的時候 我一定會寄錢過去 後來有一個師姐也是我的遠親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慈濟 我說我時常簡報 慈濟新登 我有簡報 我覺得很好 他說對啦 我就是慈濟志工 他這樣講 然後我說那你裡面 我這邊有慈濟道旅 錄音帶 他說反正我講不出來 你帶回去看 結果我一看 這個就是我要找的路 跟我很契合 所以我就講 講說好 我要參加 所謂你要找的路是 你一直很想要找一個 找一個就是說 我付出也要用智慧 不是隨便看到報紙什麼怎樣的時候 我就一直一直那個記權 這是所謂的卑至圓榮 我不是這樣 就是想說真言法師 原來就是對慈善方面 救助貧窮的人 那我小的時候曾經也是 我舅舅他們每個月領的米 剩下的都會來給我們 還有村莊裡面 我們要註冊 有的親戚就說 我知道你的孩子要註冊 這一天前你先拿給孩子去註冊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長大了 我也一樣要幫助人家 看到慈善 原來他也是在幫助人家的 而且知道說商人他們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的人 不是說就是要等著我們來供養 這樣子 所以我就好 我既然找到路 我就不怕路遙遠 所以我就跟著一直做 感覺上說雲彩世界好像從小時候 就很喜歡幫助人 然後倒也不是說我就是想要找到什麼 但是碰到了 你就會知道說 這是我要做的事情 想要走的路 一拍即合 兩位有沒有自己也曾經 其實不曉得自己要確定什麼路 可是就會有那種遇到的事情 一拍即合說對 就往這條路走的感覺 我其實還蠻明顯的 哪一個部分 我曾經之前拍過大愛的戲 然後也跟上子這樣面對面聊過 我曾經就是這個音源 我學佛的音源很奇怪 也是我在臺南拍戲 那時候還有公共電話 很多公共電話 我就打公共電話說 突然上面那個上面擺了一本金鋼精 我那時候根本不懂佛法 我看金鋼精蠻好的 我就拿了 所以就帶回去了 然後擺在家裡面 那個電視機前面那個上面 擺了半年我都沒看 後來有一天下工回家有點累 突然讓我看到 突然覺得要我去看的感覺 我就請過來看 我沒有說 我那時候也不懂什麼樣的開始 我就直接隨便一翻 翻開一句話 我痛哭流涕 我是那種痛哭流涕 不是很悲傷 是那種為什麼到現在才讓我看到 我曾經這句話 我跟上人講過 我說我到二十八九歲 才讓我知道佛法 我都覺得太慢 上人說不會 他說他也是二十幾歲才知道 我說那時候才知道 我看到那句話叫做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哇 成全身的雞皮疙瘩 然後那種發起的淘淘大哭 我覺得是我的法源到 就像這項師姐 他的緣分到了 我那時候開始就接觸佛法到現在 不過你剛剛投入慈濟的時候 揮方師兄是支持的嗎 他會不會擔心你又去遇到什麼 他因為他有時候回來 我剛好在分會 在忙 所以他沒有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會生氣 家裡冷冷的 也沒有飯吃怎麼樣 然後我回來就說 你不要走否入謀 要小心喔 我家裡還需要你喔 你不要去剃光頭 這樣 唉唷 你講到哪裡啊 我永遠是你的 怎麼會這樣夾 有一天剛好上人到屏東 他以前因為我們的分會比較小 他是跟女眾講話 然後又跟男眾講話 那我就抓到機會了 我說上人要跟男眾講那個開示喔 所以你來聽 如果你聽了不覺得怎麼樣 你可以溜走 所以我就特別給他帶到那個門的旁邊 我說你就聽吧 聽了覺得說沒有什麼意思 你就從那邊就溜走了 後來我就在別的地方 就偷偷地一直看他 不但是沒有溜走 而且很認真的聽 聽完了 回來了就說 還是你比較有慧根 還是你比較有慧根 你先走 走進慈濟 他就這樣講 後來九二一大地震 八八風炸 他很用心的投入 對 所以雖然他那時候還沒有受證 為辭成 但是他就跟著我一直走 我覺得雲彩媽是行動派的人 說了什麼對不對 你跟他像不像 因為演起來就覺得是 我不像 我是就是不到不到那個硬逼我到一個 我是不會去做的 我就很懶很懶 在這一書戲當中我們會發現 沒問題我可以 就是碰到困難你就會去把它克服 家瑜你是這樣子嗎 碰到 我覺得我年輕一點的時候 就少年時期 我碰到困難我一定會去克服 我目前現在是43歲 就已經44了 今年 我覺得我越來越膽小 所以我好佩服 就是為什麼七十幾歲的人還可以這樣 我覺得我 我不曉得我到五十幾歲會不會有改變 還是我就會這樣一直 我覺得我現在是有一個很大的瓶頸 目前我的人生 我真的很懶 我就是我覺得我快變 你一定要改變 而且你一定要碰到像師姐這樣的人 可以改變很多 心態上面可以改變 我就是覺得我沒有 我沒有動力做很多事情 忽然這樣 好 這樣吧 我們這一集呢 惠客室要錄到快結束了 來一個你的標準動作 來一個我們分身一起來吧 對啊 對啊 對不對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請師姐 我們來 我們先請師姐 通常你 人家在跟你講 你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來把你的那個大智商會怎麼樣 呈現一下 如果大家有一個活動 這個盡量不做了 我說不要這麼講 我們做了不經一事就不長一字 沒問題啦 從第一集看到現在二十幾集 雲彩從小的時候最會的就是 沒問題我可以對不對 好 下一次遇到那種有點難 或者是自己不敢去觸碰的 試試看雲彩師姐的方式 沒問題我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 說不定喔 對對對 這個結果就完全跟你過去 對 沒有錯 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最美的雲彩 也感恩三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